主席人 主席情 专家的七天 给你拨感情 不怕拖 不怕拖 咱来合唱是命的拖 咱来合唱是命的拖 提供很简单的一个补充 对这些小朋友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结果 一定要去融入他们 所以我都觉得我是非洲人 无量法门西线在前 无量法门在老林院 无量法门在十部一号 我希望我们的牙医师在澳洲 可以成为了一个慈悲的牙医师 能行能行 只做商人做 做主席人 天赋在各社区的环保站 如今它也是数十推等站 要把商人的法 全给 将一五十字 永远做商人的好地 我心失智 就是自己愿意承担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影台湾新年 我是巴欣 巴欣美兰 这个我们今天蛮特别的 邀请到了几位特别来宾 那这些特别来宾 其实是我们自己基金会宗教处的同人 那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在这个前几周 我们圆满这个落幕的这个多谷董事会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温馨的故事 那虽然在全球 但是啊这个慈悸柯南的精神 源起在台湾 的确啦 我们现在都说台湾有四百万的这样的一个会员 其实也都是从这个主统岁月开始 那在二十四年前的时候 慈悸第一科在海外的种子是在美国 那现在在全球五大洲也都已经遍布了 那尤其他们如何秉持这样 台湾的一份草根的精神 在不管是富裕的国度 或者是在很贫穷的国度 他们是如何发心力愿的 甚至如何扎根在当地 在今天我们就要完整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我们赶快欢迎这个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这个欢迎我们的邱国契邱师兄 师兄您好 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可能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国董事会这样的一个规模 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会选择大家回到发源地 那一起来互相分享 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 其实这样的一个因缘是早在三四年前 以前的董事会都是每一个国家 各自回来跟上人召开 但发现说其实每一个国家 那他们用心一年推动的这个成果 是非常的感动 那如果说只有单一的国家 跟上人做报告 那其他国家没有交流学习的机会 从几个国家来看 当然从我们这个台湾附近 就从这个亚洲开始好了 所以像我觉得印尼它就是很特别 在当地要推动慈激 确实有它不容易之处 那但是呢 上人一直提醒的慈激人就是 你脚踏人家的地 头顶人家的天 你一定要回馈当地 所以才从98年的暴动 慈激人勇敢的再走出去 2002年 洪汐河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看到了慈激人第一时间 马上走进去 做了急难的发放 那时候慈激人他们觉得说 几个家庭主妇 这样子就够了 但是一回来跟上人报告 上人说不是 应该要彻底借这样的一个因缘 去改变当地人对华人的 这样一个关系 为码与に 肯定,現在的政府可以看見 我們已經做得到跟佛杉磯 洪溪河的點滴感上已成為印尼刺激大愛足跡歷史 源自於2002年大水災 雅加達部分地區被水淹蓋 讓當地民部聊生 其中洪溪河辦居民當初就有數十名不幸彌濫 目睹此事的慈激基金會當時並不袖手旁觀 而且慈激創辦人、鎮岩上人也慈激 全印尼慈激人要展開武館旗下來整治洪溪河 慈激源核心協力完成大愛遺村工程 便在2003年8月25日正式啟動金卡連慈激大愛遺村 總共1100間公寓 居民也陸續搬遷到大愛遺村 居住上更舒適的房子 重新打造更好的生活 此外還提供居民生活設備 如疫整中心 學校 祈禱大愛遺村 祈禱室 攤位 以及環保站等 福利安吉貴是 我們對此的行為 確定要組織 從未來的人 全都能組織 通常 都能組織 或者是 跟其他人 都能組織 或是 都能組織 到大愛遺村的第一年 居民們不時受到 智工們陪伴 其目的是 為了 幫助他們 立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常讲说 印尼现在金石堂是全球最大的金石堂 他们什么都大 在雅琪我们盖了3000户的大海村 是因为海啸也是最大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 他们事业家在做事是相当有魄力的 但是在魄力的之间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字 什么都大 上人常讲说如果你越来越大就越来越膨胀 对不对 所以大外面再加个框就变什么字 因果的因 对不对 那这个框是什么呢 就好像是他们用上人的法 有上人的法为仪归 它就不会一直不断的膨胀 那有上人的法保护他们 他们在用上人的法来质问自己 那这个大的这个口呢 就开始缩小缩小下来 放在下面再把这个一再放下来就变成一个 人 人 就变成一口 那就变成和和字 所以每一个人同一个心念 讲出的话都一样 那就是一个和和 用和供养生人 这样的一个心念 所以上人每次只要提到印尼 就非常的开心说 他们做到了他最希望的 以和供养 那比如说像菲律宾 其实每次讲到这个菲律宾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受到说 他们也很和 而且很快乐 那个快乐的过程里面 他们又很承担 可是我们知道说在菲律宾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说 可以族群融合 因为它族群种类也很多 所以这部分的时候 我们又常听到上来说 他们都安邦定国 我们会看到慈激人 他们认为我们非常感动 就像去年一整年来看好了 他们一整年极难 就是水灾火灾的发放 再加上平常时间例行的 这个贫户的发放 就高达了141次 141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不到三天 对不到三天 就发放一次 大家可以想见 它的福田是造福了32万人 这么多的人 去帮助自由当地 所以他们是非常用心的 在慈善工作上 如何打进社区 但是总是觉得说 我不断的帮助他们 食物中又是有限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在今年 上来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全球的顶半 那就是职讯 我觉得这个职讯 在播放影片的时候 让我们都非常惊艳 那不然我们通过影片 一起来看看 慈激的谋生职讯班 跟其他的指讯班 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我们教的 不只是技术 更要有慈激的人文 所以我们很感恩 我们有一位 苏美真师姐 来承担这个 这个重任 他在天主教的 崇德学校 担任幼稚园的 园长45年 他很爱上人 很爱慈激 所以虽然是天主教徒 他退休了之后 退而不休 来承担起这个责任 但是呢 也遇到很多困难 菲律宾 不知道为什么青少年 都特别爱漂亮 无时无刻 不管是哪个时间空间 都要拿起镜子 经过四个月的课程之后呢 他们有什么改变 走路都要排队 看他们的头发 现在都满得很亮丽 共养我 共养法 共养生 共养一切众生 会让你感受到说 慈激人耕耘社区 就是要这样子 跟当地人民的生活 要结合在一起 那所以为了让孩子们 不只是学了一技职场 而且是要在知识上 能够有所进展 我们不只是叫他进 那我们这五期 就培育了83个牙科助理 那就业率是高达76个人 也百分之九十几 那我们另外一个 是缝润班 是108个人来学习 有103个人现在都就业 或是本来就是一个 很爱漂亮的一个孩子 既然去工作之后 自己又发愿说 要再去读大学 然后去读大学的过程 就是要半工半读 那因为他们在这个公司 表现得非常好 老板也同意 让他们再去进修 所以现在 慈激已经做到怎么样 你知道吗 要开始招生一进来 就有一些企业公司来预约说 你们这些毕业的 是不是 将来这些后 通通到不最上班了 这样子 所以就会感受到 那样的一份的使命感之外 就是真的是为当地的 这些孩子们的未来 在做打算跟着想 所以上来说 他们做出了全球的变化 觉得这个亚洲地区 还有一个国家 在灾界的推动赋予于 马来西亚 而且是人间菩萨招生 最落实跟彻底的国家 我们一起来看 是谁打乱了季节的始终 他刚刚就说他要吃素的时候 他就有一张蔬食卡 他就从那时开始 他就一直吃素 不到满了一张 他又拿回来另外一张 我就想 哎哟 有这样多的吗 我想 你几时 几时会玩啊 但是现在还有车说 就是开始素食 学校都多素食 到现在都是海色素食 因为我们可以帮助气球 因为那个东风会往生 他会哭 我会伤心 我们大人也应该 要好像小朋友这样 有那么坚定的心去辱素 我就是发员讲 OK啦 我们比较特殊了 可以再上车了 能不能再进去 预订到我吗 大家在这场白云诗 我听到那个 不玩 爱好感染 这首我听到那个诗 不要听 馬來西亞的背景其實也是多元種族的 對 它也是一個伊斯蘭教的一個國家 大家可以想見 其實它人口不多 它才2800多萬而已 那華人大概是佔了大概四分之一 所以大概700萬 現在目前全馬的會員是56萬 大家可以想見 其實成果也是非常的豐富 而且他們目前受贈的委員是2600多位 是除了台灣之外 全球受贈的人數是最多的 整個志工 他們的不管是品質還是量上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其實你會看到 他們為什麼能夠保持這麼大充沛的力道 其實有幾個點我們可以來看 第一個就是他們對於上人的法 落實社區這個部分他們非常用心 剛剛講說 這三年來我們不是把他們都交流在一起 我們看到雪榮峰會 他們很感動 第一年他們推是每月一個戶外主一尊 牽手牽眼觀世音菩薩 也是五百個人嘛 去年他們就推出一協一戰 就一個協力就必須成一個環保戰 藉由這樣的人來做人間菩薩招生 那今年呢 聽到上人不斷呼籲再見 所以他們就知道 每個協力呢 要把我們的環保戰 已經有環保戰 環保戰變成一個勸數戰 他有蠻多的洗聖人口 那也因為這樣 在當地我們要神功 所以我們有這個洗聖人口 對 那我們來看一段影帶 其實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也充滿了溫暖 2012年6月17日 華萊西亞分會特別舉辦了一場推薦禮 希望集合超過1500位慈濟人 一起為籌募教育中心及洗聖大樓的建設基金而努力 我當下的想法就是說 其實洗聖中心的教育中心 它將來會是属於我們大家的 所以如果我可以約到很多很多的人 一起來成就這兩棟大樓的話 就是更值得開心的事情 被這場推薦禮深深感動的魏妮 當場發願要為洗聖大樓及教育中心 出一份力 我是覺得說 大家都有那份愛心的 只是 愛心有沒有被啟發 有了愛心 我們可以有哪個管道 去奉獻我們的愛心啊 我就跟自己講話 抱著分享的心態 跟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去分享 錄著那個洗聖機 洗聖機一台是五十五千 大家一人出一點 一人出一點 那我們匯聚大家的愛心 這樣子抽到就有一台的洗聖機了嘛 所以問看你有沒有這樣的興趣 要一起捲洗聖重心 希望的是大家小錢行大賞嗎 我到時候叫他媽咪拿給你 OK OK 感恩你啊 爸爸 你看看 你做這個事情都會主張 很緊張 因為 當然啦 我們第一一定會先想 不知道他會相信我講的話嘛 第二 不知道他能明白我要講的是什麼嘛 但是其實我不是很介意他 最後會給我還是不會給我啦 有些尊款者 後來也開始成為負款者 向自己的家人朋友負款之後 再把資料和款項交給為您 哈囉 資訊媽咪 去年啊 感恩大家的護持啊 我們洗聖機募了四台這樣子耶 嗯 這樣嗎 開始新的一個項目給教育中心了 OK 好 我幫你可以去 那你也要出什麼了 我再給你一張風 對對對 我再給你一張風 沒問題 那我去幫你去 這樣感恩你耶 他們有推薦禮的時候 已經有聽過了 已經有聽說了 當時心裡也是有打算說 要募款 正巧學校威靈老師有打算這麼做 然後一起配合啦 每當我跟一個人分享以後啊 他願意捐獻他的愛心 我都會請他 再去募身邊的朋友 痴情的夥伴 學校的同仁 一些學生家長 還有我自己的朋友 希望說 教育中心和洗身中心 不是一個人的功勞 是匯居大家的愛心 來成就他的 所以 當他人家報告到最後說 我們的會員也是 就是為了要募這樣的一個 整個建設的基金 百分之八十三 都是小兒均 不是說是大的實業家 怎麼樣去護吃 都是這樣一步一旅 用心在社區去耕耘 所以有一位育美師姐 讓他很感動 他今年七十幾歲了 他整個市場 菜市場 幾乎全部都是他的會員 透過亞洲幾個國家的分享 我們會看到這個 信跟和 這兩個字 雖然只是很簡單的兩個字 但是大家都有志一同 其實是因為上癮的法 自問了自己的心田 我想我們透過一首歌 守著您 也是由馬來西亞這個地方 開始創作起的 各著山各著海各千里 各不了思念上人的心 埋藏幾野化作一份勇氣 追隨你無怨無悔走下去 守著您 守著一念心 一念心化為相識之情 漂泊他鄉的心卻 驚喜在此跡 佛心事之日在千萬里 陽光天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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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時無影大地 上人悲心無怨激 走您堅硬要走的路 撫慰您 要撫慰的哭 作您所说 心您所行道理 但愿伤人莫挂心 遥远心依然相信 思念心依然相信 紧紧追随您 我们刚刚看到这首真名 除了是亚洲之外 还有非洲以及美洲的这个画面 那在今天我们已经会现场 邀到另外一位来宾 是啊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也很特别了 非非师姐刚好这个关怀的会晤 蛮多都是非洲的 先跟观众打个招呼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啊 这个在访问非非之前 我想说还是请国际使用 给我们补伤一下背景 因为平常我们都看到 大家在观伐会晤 那我觉得亚洲已经不是很容易做 更何况我们常讲非洲这个 没错 其实大家知道 非洲是一个黑色大陆 那这样一个大陆板块 其实南非在地处上是非洲的最南端 已经算是整个非洲来看的话 很不管在地理环境 人文气候上是算是比较 条件比较好的 所以呢其实早期就是一群台商 他是抱着这个韬银帽来到这个地方 那当然大家知道说非洲很特别 他当初是南非是由白人统治 但是呢在这个种族的这个冲突之下呢 在当地要生活其实确实也是不容易 主要就是治安的问题 难免当你自身安全 受到了威胁的时候 都会有恐惧的这样的心理 但是那我们很感动是 虽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但他们没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每次只要谈到非洲上人 就是那种是上人的心肝弟子 去年上人给非洲的两个方向 就是志工本土化慈善国际化 所以非洲慈基人就秉持着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在从去年到今年之间 就前往了史瓦基兰 莫山比克等等的国际关怀 一共有15趟 那在分别这两个国家 史瓦基兰已经带动出100多位本土之沟 莫山比克有60多位 所以短短的一年期间 我们感觉上好像是几百位 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样的一个地理环境 可是他们那边的生活条件 而且跨国听起来是不可思议哦 他们好像每一趟这样子 那个距离是不是很近呢 还是都很远呢 都是五千多公里以上 那他们前往的时候都是搭着一台车 一台Van就是箱形车 他们就在路上询问人说 这边有没有人需要帮忙 我知道哪里有人 所以他们就一个带一个这样子前往 出零到现场有一些访试个案的 他们就会比较矜持 就是态度比较冷漠 都会这样子的一个暴行 对但是就是他们就不断的赴慰跟关怀 到他们离开的时候是整个笑颜散开 我想通过一代 我们来看看这个黑菩萨在当地这样子互动的这个状况 就是这样子互动的这个状况 叫那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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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了啊 好啊 你自己人呀做刺激 电池很浪费 中国王上下舞 我会访 section 娱乐团重 争择 一旧 长此地 佛陀宫和心坏 大家一起 Verse Virgin 这下面 这边 让我们开始 esc ln 这边 真是美,就在自己的世界里 今四季龍舍早已離開 今四季龍舍早已離開 現在我們在非洲總共有幾個國度 也有慈濟智東開始開展 目前就是我們有五個國家 以南非為最重要的一個據點 由南非的慈濟人他就開始去帶動 那天其實我聽潘明水師兄跟我分享說 我很感動 因為大家都對於非洲這樣很特殊的地方 為什麼能夠有這麼多的智慧 他講了一句話 讓我們非常感動 他說其實我們培訓當地的志工 我們只有陪沒有訓 你會覺得說那就是無限的寬容跟慈悲 我會團隊跟助師兄開始接觸 主要是小孩子 他幫小孩子裡頭髮的這個因緣 因為在辛巴威的資源非常缺乏 所以他當時只有六個口罩 那因為小孩子頭上都有頭銜 如果沒有戴口罩的話會有傳染病 那但是他自己說他是戴頭的人 只有六個口罩他不可能讓自己使用 他就跟著大家一起都沒有戴口罩 那因此也就是感染了好幾個月的疾病 那但是很感恩的就是一直有南非分會的支持 那後來南非分會也提供了許多口罩給助師兄 那我們就要在這個自由小學 從剛開始我們原建檢疫教室到後來 師兄他們還提供了這個熱食給孩子們 每天好像有一千多位的孩子來食 那助師兄分享到這一段他就會很不由自主的哽咽 主要是過去曾經就是看到小朋友 就突然沒有來上學了 那疑問之下才知道說小孩子因為沒有飯吃 因為沒有營養沒有抵抗力而就走 這一千五百萬每天的公使 對助師兄來說是意義非分 那但是在這樣的條件下 我們覺得今年讓我們真的很感動 他們有這個整個禦佛的這樣的呈現 那先看一下畫面 回過頭大家一起分享 新巴威第一次舉辦禦佛典禮還沒開始 自由小學已經集滿學生家長及社區民眾 志工在物資有限的情況下 用鮮花和環保餐具佈置禦佛會場 雖然禦佛台看起來簡單又有些客難 但禮盡佛陀的心意卻絲毫沒有解分 禦佛典禮開始後 由慈激托委所的孩子率先禦佛 大家雙手合十恭敬地站在禦佛台前 配合老師的中文口令進行禦佛 雖然動作不是那麼熟練 但眼神中還是流露對佛陀的敬意 慶祝佛誕節 新巴威志工不只舉辦禦佛典禮 本土志工更安排了行願法傳的演繹 大家從四月份開始進行彩排演練 雖然多數都是當地婦女參與演繹 但在過程中大家克服了語言障礙 也展現了跟男眾志工相同的莊嚴寶氣 新巴威非洲南部的內陸國家 儘管這些志工都不曾看過海 但藉由法傳的演繹 大家能夠體會見真大和尚 東渡傳法的機翼和困難 也帶領現場將近三千位民眾 一同感念佛恩 清恩及眾生恩 在一切從簡的狀況下 諾桑比克的第一次禦佛 地點選在一位志工家的庭院 大家為了佈置禦佛台 從前一天就開始準備花財 連燈竹也是利用寶特瓶蓋回收製成的 禦佛典禮當天 志工用虔誠的心伴著佛號聲入場 並向社區民眾說明禦佛的意義 雖然大家都不是佛教徒 但還是以最恭敬的心禮佛族 接受佛陀的祝福 典禮結束之後 志工還安排了一場子女 為父母親育足的活動 希望大家在關心別人的同時 也能報答父母的教養之恩 而整場活動的尾聲 則是志工親手製作蛋糕 祝福慈濟47歲生日快樂 並希望慈濟的大愛 繼續在莫三筆克傳播出去 志工才是讓我們非常感佩的就是 他一個人 然後他是自己看大愛台 然後自詩自己是慈濟人 每天出門就跟上人說 上人我要去做慈濟室了 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他去年的時候回來隨時 要離開的時候跟上人告假 上人就跟他說 回去也可以行願啊 上人的話都輕輕的 但志工他重重的聽在心裡 真的回去之後就開始構思了 但是什麼都沒有怎麼辦 就請佩佩姊幫忙傳資料 他就又在內陸國家 你也知道星巴威是個內陸國家 海藏怎麼也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從意識開始 讓這些志工們完全瞭解 心願的這個意思是什麼 再藉由這樣的一個意識傳達之後 再一句一句的教他們 最重要的感動的是 本來因為星巴威就是沒有聚工 我們是沒有受贈的菩薩 就只有他一位 他又要拍攝 又要教導 又要看頭看尾 所以他自己本來是預設自己 就是要做見真大和上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一直在那個位置 只有一個女菩薩 就一直在他的位置 就先踢他就對了 那踢到隔天要演出了 那時候他就說 這個女菩薩的演出 我要去把我的頭髮都離掉 因為對 也表示對今天大和上的這個攻擊 所以豬師兄自己這樣子講 結果當天早上一來的時候 看到那一位一直站在他位置的那一位 自己把頭髮全部離掉了 是女眾 女眾 所以豬師兄非常感動 就是你看這樣的一個入法 不只是除了就是物資的缺乏之外 主要就是重點就是在 看到他們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們卻 因為這麼願意受教 上人說 這麼願意受教 是非常珍貴的 也就是我們給他什麼 他們願意接受 這才是法可以傳過去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而且甚至還有志工說 發願生生世世 都要在這個非洲大陸 救拔這些困難 所以我們賴蘇圖的美娟師姐 在董事會的分享的最後尾聲 他發願說 希望能夠生生世世 都在非洲來守護著這片黑色大地的子民 那上人就稱讚他說 這是很不容易的一個願力 可堪為就是地藏王屠殺 是剛剛在就是跨國志工關懷的這個部分 有提到孟三筆克的蔡代理師姐 那在玉佛這件事情上 也讓本會團隊非常感動 那他就禮拜五決定 要做玉佛這件事情 那就只剩下禮拜六 一天可以來做準備 所以志工們就是奔走 就是廠街小巷收集花財啦 有的是志工捷員 有的是志工採賣桌筋啦等等 都是大家本土志工去這樣子募集而來 那也有志工提議說 可以做蛋糕來慶祝自己的生意 蔡代理師姐她也很特別 她因為是遠駕到莫山比克 她是一個高雄人 那她去的時候其實她本身很哀怨的 她覺得我來了一個這個 全部都是黑龍的地方 語言不通風習目睛不討 華人又很少 她說我幹嘛來這個地方 她不知道為什麼她因為認識了慈激 她終於知道為什麼她要駕到莫山比克去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很當純的信念 被上人感動 就是說上女有這樣一個願力 那我願意當上人的弟子 即便一個人我也要做 所以她現在每天快樂 她好快樂她每天都想說我要怎麼樣做 而且這次的大米哈放 其實她一個人的 那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剛剛也在影帶裡看到美洲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透過一段禮帶先來回顧一下 仇恨讓人心惶惶不安 無法掌控的意外和天災 讓人心生恐懼 天災人禍接踵而來 2013年的美國毫不平靜 世人認為是人間天堂的美國 正面臨一波又一波的挑戰 而雌濟人用柔軟和堅定的信念 扮演美國社會中一股溫暖的安定力量 2012年10月29日 桑迪颶風重創美東 美國雌濟共動員超過4000人次的志工 緊急發放限制卡和毛毯 幫助超過18000個家庭 走過苦難還要肩並肩 一同重建家園 2010年海地大地震後 雌濟決定元建聖恩兄女會的三所女子學校 讓人想要做的事情 雌濟志工成建 三年來不斷往返洛杉磯和太子港 將全球雌濟人的愛在海地生根 我不知道是否認同學校 我們認同學校 對嗎? 好的 這些學校的真正的基礎 是誠心可以活動的奇蹟 歷經16個月 從廢墟中挺立而起的新校舍 是海地未來的希望 要一直陪伴 直到災民們從困境中再出發 不管發生什麼樣的災難像美國去年的上帝 我們其實沒有離開的 那只是一個縮音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好好地來談一下 在一個主流的社會 在一個經濟發展的社會的時候 那怎麼樣能夠來啟發人心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們就邀請到宗教處的宗翰 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因為想要跟美國有緊密的聯繫 我們先跟全球的觀眾打一下招呼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宗翰 就是說 從一個颶風的救災 到今年美國幾乎是 好多次的災難都投入 甚至還得到這個當地的民眾 甚至政府 非常高榮譽的肯定 此季從第二個禮拜開始 許多的災民 受到我們限制卡來幫助等等 都就是說 你們知道嗎 你們是第一個來幫助我們的團體 我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你們 那甚至於 許多平常在捐錢的民眾 他們都會說 我所捐錢的這些單位 我都沒有看到 可是你我不認識 你也不是我這個國度的人 但是我第一個看到的都是你們 那所以速度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說 在互動上面的時候 那份尊重和關懷 所以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從州政府 紐約的州政府的肯定 到白宮的肯定 到全美志工組織的肯定 那慈激就很榮幸的是 今年的 我們美國慈激是今年的 年度最佳的志工團體 那頒獎的當天 我們美國慈激到了現場 當宣布是慈激得獎的時候 兩旁的螢幕 放出上人的法照 那時候美國慈激人說 這是我們感到最榮幸 最歡喜的時刻 不論是上人的精神 還有我們這次救災的一個速度 都得到當地的肯定 那也不只在商敵這件事上面 事實上波士頓的這個 波士頓的爆炸案 然後德州的爆炸案 還有我們在中西部龍捲風 水災的救災 這一次都有被提出來 就是說是我們獲得中中肯定的一些重要原因 剛才其實我們也看到 好像在美國這邊 也不斷的在關懷這個海地 海地很多年了 剛剛宗漢在分享 他說那個年度最佳之功 他是五個是入圍 那他五個再選一個 也就是說一年只有一個單位可以得獎 那在這麼多的名單裡面 只有一個團體是佛教團體 那就是慈濟 陳建師兄其實我真的非常佩服他 他在三年裡面 他去了三十五次 那三年是三十六個月 去了三十五次 不管是政府的溝通 當地工程單位的溝通 是東西要進口的 這困難度你可以想見 那是多麼的不容易 所以他講說 上人想要做 弟子救 他為什麼講不出來呢 就是那種 一幕一幕的 他心裡我覺得他是這樣講 弟子救 使命必達 但是其實 他不講話反而 不講話更有力 弟子跟上人心 那種整個相企在一起的那個感覺 是不需要再用太多的語言去做一個調達的 陳建師柏他代表的就是說 許許多個背後一群志工的推動 陳建師柏他也知道他肩負的這一群志工的期待 上人的精神裡面要帶給當地的民眾去 所以這一次回來董事會報告 他是應稱了他的身體回來 下了飛機馬上趕來花蓮 上台分享 也是非常不到三分鐘 終於把這個海底的事情 向全球的董事會這樣做一個交代之後 在台上他真的是突然間就哽咽 那個眼淚掉下來 就像朱信才師柏 這兩幕都是我們在現場很難以忘懷的 這個其實中華也跟我們分享到了 就是這個萬丈高樓平地期 真的願有多大力氣有多大 我們透過影片一起來看看見證這樣的時代 我會進去海底去幫忙 很多人會做幾個案子 很多人會做幾個案子 說他們會回到 但是在這個月過一段時間 很多人都沒有回到 很多個案子也會破壞 但是來自首長的支持 我現在想說 你回到你 你回到 你做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 你覺得你做 你保留了你的案子 你保留了你的案子 The real foundation of these two schools is the strength you showed us that when people work together, dreams can come true You, you the students, must show compassion and caring for the world And you must believe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and that you can create a better world I think in the whole of the process of the ocean I think this is a story of a信守承諾, giving hope Rita Schumann told us that when the ocean happened, so many groups can't come back As we did the lord, they made the permitir NDIS on where? NDIS their knowledge Quando the news came back and further Echoing also came As we do business reflections, they always are here ar paying interest to sign As we have no quero caches 也没有放弃 那在魏豪兄弟他所看到的 还有所有海地的 这些兄弟们所看到的是 慈激人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们说地基 这个学校地基不是钢筋水泥 这个学校地基是慈激人的爱 慈激人坚持的力量 还有慈激人所带来的慈悲 他一直重提慈悲能够创造奇迹 他不断地告诉慈激人 你们让我相信了 慈悲能够带来奇迹 而且他当天一直告诉孩子们 就是你们从这件事情 要学习到去关怀这个世界 无条件地给予你的爱 所以上人教导我们的 尤其从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受到 也相信 只要你有真诚的 很真实的城镇 城镇的慈悲 就能带来很实际的信实 所改变的力量 所以因为慈激人坚持城镇 所以在当地改变他们的 这个不论是生活环境 还是建筑物 还是教育 那个的信 还有识 都很完整 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常听外国人讲到说 impossible incredible 那他们就讲这不可思议 其实奇迹是很难见证 但是在慈激志工的 这个身教的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 蛮容易看到奇迹 那我觉得有一个故事 非常符合 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看看 这位受在乎 受在详细 他的故事 这位的房东 打电话给我 说他的房客 需要帮忙 那他的全子 房子全部都在 淹水的状况之下 被破坏掉 满屋子都是霉味 因为生活一切都被打乱 工作也没有了 他平常到教堂 去习好些习书 这道路都没有落 人们可以在乎我 在晚上 所以我找到一个工作 我会得到一个工作 但是在同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能离开 我的家庭 我没有闪到我的家庭 什么我会做 我会感到感觉 我愿意我生气 这是什么 因为当你生气 你能够得到什么 但是在那里 没什么 所以我会说 我生气 那我们来看他的 最好复合 我们中行行 进化的一个 整个人的条件 The Shushii as you said they're very good because I didn't expect them to be like that I just think they were just coming to talk to me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thank God they're helping me financially and I love that and I'm really grateful and God bless these people God bless them these are the pennies I'm getting them clean and I'm going to get to fill up my own my bamboo pans they're ready to return it to the Shushii family 我会回到他们一天 让别人可以从他们来得到一些东西 刚刚不论从海地 还是从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看到 就是说 自己的确一直在关注的是 真正有需要的人 而不是美光灯在追逐的人 那真正有需要的 从上人的智慧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我们在正在初期的时候 这次的政策单位 其实美国的政府 比以往事实上是在更快的 那它更快的地方在于 他们也很快速的 开始发救难警 当这个脚步一启动的时候 直接人在思考 是不是我们 那我们就不需要做了 不是 上来马上想的事情是说 那其他人呢 当政府非马在发救难警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底下单位是 其他的民众是没有收到的 有非法移民 所以 马上的 启动了就是说 那我们来看非法移民在哪里 当我们开始在做非法移民 两三个月过去之后 到了四五月的时候 好像已经都应该结束中期了 事实上 我们还是在回去再灌回非法移民 而且不是发放一次 而是发放两次 为什么 我们要看他们的生活 有没有改善 我们要去看他们 到底还有没有需要更多的帮助 所以这群菩萨 我们来是非法移民 也有现在有一群人出来 成为我们的志工 更甚至有一群人 成为社区访试专员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重点 就是 顽顾这个今天讲的几个国家的故事 我觉得它还是有很重要的精神层面 这份 诚就是那个 诚意方言 就是他们一直想要把上人的法 要想尽妙法 把上人的法要带进国际 要进入主流 他们不断的行 我们看到加拿大 温哥华 市长竟然说 如果我不做了 就由慈激来做最好 看到很多先进的国家 他们对慈激的肯定 所以我们进入主流这一步 志工是非常努力 也看到志工想尽妙法 希望能够落实社区 能够深入人心 所以看到菲律宾 去看到南非 他们是回到社区去耕耘 然后让平民老百姓 看到慈激的 基层的力量跟关爱 我们也看到 他们也是想尽妙法 要活用出来 就是把上人的法要活用 然后要把它变成具体 你看得到 所以我们看到海地 这样的一个尖 从无到有的过程 看到缅甸也是一样 所以上人的法 都是可以借由地址去 地形去做 看到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 他们也是想尽妙法 要把上人的法 要做出典范 留下历史 他们每一年都发达 心地大愿 要用这样的一份 成绩跟爱 来供养上人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都真的 非常期待 这样一年一度的 临山法会 能够再相聚喔 是 真的我觉得 诚意方言 祝福 献天生 今天真的很感恩大家 来帮我们 讲讲这个里面 最动能的事情 我想大家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希望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 都能够感同身受 也能够妙法都能用得出去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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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